看到一群人拿着木棒铁条猛力砸车 大批警力火速赶地现场 原本还有说有笑看到警察出现 这群人也吓到了 一名男子主动从人群中站出来解释 警方半信半疑还拿手机拍照搜证 因为如果是自己的车 怎么忍心为了好玩砸成这样 挡风玻璃全部碎裂后照镜断掉了 这辆车残破不堪 事后找车厂业者到场说明 也比对车级资料车祸资讯 确认确实是对方的车 发热车祸把车头撞赖送到车厂估价来维修 但是发现的价格有点太高 干脆找朋友来把车子给砸了 结果这一砸引来大批警力 27号晚间9点多 台北市北投大多路这间车厂聚集大批男女 附近民众一度以为有扼杀聚集打架闹事 将近30名警力赶到现场查看 黄信车主财公车 上星期在国道一号发生车祸 撞坏了车头 顾驾之后修车费用至少4万多块 而这部车车链已经超过10年 修起来不划算 就跟业者说 想找朋友一起把车砸了 宣泄情绪输压输压 甚至还拍大合照留念 没想到引起警方关注 这个车子要报会了 年轻人拍个照做个理念 搭车好玩而已 还好我师姐我跟他们讲 我说第一个你要正正当当 不能喝酒 不能那个你来这边玩可以 晚间传来砸车声 玻璃士大人还以为要来抓坏人 结果全是乌龙异常 TV融化的礼节 台北参谋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